沈家呢? 村长媳妇掐着刚从菜地里搬了回的菜,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瘦了一大截的女人,就这样,还仔细地看了好几眼,才认出来。 你怎么来了? 啊,沈子好,今天过来是想在您这儿买一只老母鸡,我家相公刚从山上打猎回来,看样子吃了不少苦,想在您这儿买只老母鸡回去,给它炖了。 就乔锦文这段话,实在是惊讶了所有人,很快从房间里跑出几个人,睁大眼睛看着他,仿佛在看一个稀罕物。 乔锦文被他们看到,略显尴尬,也不知道,他们是有什么问题啊,自己不过是想给自家男人买只鸡罢了,又不是不给钱。 哦,去给他抓一只老母鸡了。 村长夫人想到前几天听到的传言,看了他好几眼,才吩咐孩子们去抓鸡,心想,果真是有了改变。 嗯,你这样才是对的,自家男人才是你最该担心的。 娘家自然是亲的,可是你现在是沈家的人了,一切都应该以沈家为重。 乔锦文知道他的好心,没有反驳,心虚地接受了。 这是一百五十个铜板,您数一下,一只鸡一百五十个铜板,还真是不便宜啊,谁叫这么肥的老母鸡不好找呢? 回到家,杀鸡,烫毛,一只黄澄澄的老母鸡,就出现在两个人面前。 村长家这只鸡,还真是极品。 二姑也说了,这鸡啊,一看就是吃粮食长大的,最有营养了。 这孩子也是死心眼儿,家里现在又不是过不了,这么多野物,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还有心血。 乔兰花在洗珠下水的时候,一直在唠叨,乔锦文的心里啊,也不好受。